更换自立的方法 首先第一个把打码头取出来 然后更换我们所需要的生产日期 找到自立盒 首先上面有自立两个字 一定要上向打开 不能反着打开 反着打开的话就会掉出来 一定要自立向上 打开盖子 取出镊子和六脚扳手 首先第一步 把这个螺丝扭松 慢点 然后拿着镊子 把我们所需要的自立进行更换 把数字取出 找到相对应的数字 按字的顺序 进行排排练 灯换时一定要注意细节 和注意操作手法 灯换完成以后 把螺丝上剪 上剪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自立全部用手按压 压平以后才轻轻的留点 自立就可以更换完成 我们这个打码头可以放三排自立 分别对应的一些是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和保住日期 总共可以放三排 单排可以放12个自立 这样更换完成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扭到这个边闭空 然后我们把它进行安装回去 注意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法 好 灯换进去以后 再转一个90度 把打码自头上剪 灯换完成 好 好